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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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阿蔡 我是平百姓 非常歡迎兩位 其實我有點開心 怎麼了 怎麼了 好漂亮喔 真的 真的 一直眼睛都不敢亂跳 怎麼會一直抖起抖起 你知道嗎 是不是我打斷了你 我實在是太興奮了 有點忍不住 對 那今天兩位會來到我們 天堂惡苑攻略快報的原因就是 因為兩位也跟我們一樣 非常期待天堂惡苑的上市對吧 沒錯 那最近有沒有在哪裡 看到了天堂惡苑呢 我最近是聽說 我聽說西門町裡面 有一把很大劍 對 非常大劍 一把大劍 沒錯 對 然後我在他的唇端看到他 是間接看到這樣子 對…間接 OK 沒錯 現在在我們台北西門町 就是有巨型魔劍在現場 所以如果有興趣的玩家 都可以到現場去拍照喔 是的 那我們今天的攻略快報要 為大家介紹什麼呢 今天其實也是他們第二次 事前登入的活動第一天 對 所以就是我們今天就要來講的 就是這個第二次事前登入到底是什麼 第二次 對 第二次 為什麼呢 為什麼要兩次呢 是不是很神奇 因為一般遊戲好像就一次的事前登入 對啊 怎麼會到兩次的事前登入 對 那其實第一次的時候 他們是用手機登入的 那第二次我們也就是要創建那個 NC的帳號 然後進去玩 就是預先在遊戲裡面的伺服器 選擇伺服器 然後創腳 加血蒙 然後進去玩遊戲 拿虛寶 對 總結來說 就是第二次的事前登入 是有一個迷你的小遊戲可以玩 讓你拿到更多的好利 另外的遊戲就對了 對 然後另外拿東西就對了 沒錯 所以我本來第一次登 我已經可以拿一批東西了 第二次登再拿一次就對了 沒錯 所以就趕快讓我們來看看 我們的第二次事前登入要怎麼玩呢 好啊 好啊 我們先來看一下畫面好了 那首先呢 就是一開始呢 我們第二次事前登入呢 最重要的就是 預先創腳 然後跟創建血蒙嘛 對不對 那基本上啦 就是他預先創腳呢 就可以先選擇你的職業總督 還有最重要你的名字 對 可以先創角色 還可以創血蒙 然後連名字全部都可以 連血蒙名字都可以嘛 沒錯 因為你的名字可能很會被人家選擇 對 他們知道我們要玩 然後就先占領了 對 所以我們要比他們更快 快一步 要不然變三代版 等一下 會不會他們第二次的登入還是一樣 他們現在就開始登入 對 所以一邊播 我可能就已經 對對對 好險現在兩位已經到現場 已經知道這件事 趕快登起來 對 我們先登起來 所以他們現在要拿手機 沒有啦沒有啦 開玩笑好 那我們首先就是先往下看好了 往下看呢 就是大概的流程 就像剛剛講的申請帳號 選擇伺服器 然後種族職業這些的 然後寫萌迷你遊戲之後 才可以兌換虛寶喔 但我覺得最重要應該是選擇伺服器了吧 喔 那個真的超重要的 對 首先反而我們就要先登入這個帳號嘛 那再往下走 NC的帳號 對 NC的帳號 要記得申請喔 然後有的就登入這樣子 好 之後我們才可以再往下 就是剛剛講到的很重要的部分 選伺服器 像無可能 一開始就先選了第一個伺服器 對 結果平行世界的人選了第二個 對 尤其是你想要找朋友一起玩 結果你的朋友 也不知道你哪個伺服器 就先創了 然後你們兩個總是遇不到 對對對 完美的錯過 就先講好啦 對對對 我們先講好 這第二次的登入的時候 我們跟他講說要找哪個伺服器 沒錯 然後說大家一起在那伺服器 這樣要團結起來嘛 對 那兩位如果要玩的話 會選哪個伺服器 他肯定是第一個啊 我們兩個其實蠻一致的 我們玩什麼遊戲 都想要追求最刺激的 對對對 第一伺服器應該最 應該最多 就是大家預設選 全部都第一第一第一這樣 對 最多大哥 絕對把伺服器塞爆 塞爆他 這樣後面登入 我不會很困難 大家都登不了第一個 對對對 但是想要跟兩位一起玩的玩家 相信一定都會想 搶第一個搶第一個 對 就是大家加油 現在在看的時候 就趕快先去登入了 趕快先搶 沒錯 那現在我們創好伺服器 因為獎勵都會送到這個伺服器裡面的這個賬號裡面 所以這個伺服器這非常重要 那我們接下來先往下看好了 好 接下來就是 會選擇困難的地方了 要選種族跟職業了 都種族了 對 總共有五個種族跟六個職業 完蛋了 這每次選都要選一個小時耶 我 對 你可以 那你現在可以先開始選 可以算三十個帳號這樣 好 三十個 都太多了 拿三十隻手機嗎 都要這樣 那我要講一下 就是不只是三十隻手機 其實現在呢 就是它有支援一個PC跟那個 手機都可以用的 Purple模擬器 它用模擬器呢 你就可以在電腦上來玩 所以你可以準備十五隻手機 跟十五台電腦 Purple模擬器是什麼東西啊 Purple模擬器是他們官方出的 專門口天堂惡用的 專屬的是不是 沒錯 兩聲定做的 就不會那個Leg這樣子 對 一定是最順的啊 那我知道不錯 對 像這個遊戲它標榜4K畫質嘛 還有這種無接縫地圖 其實它要的需求是算是滿高的 所以 用專屬的模擬器應該會比較流暢喔 對 沒有錯 Purple模擬器 Purple模擬器 對 而且這個Purple模擬器呢 在這個迷你遊戲裡面也佔著 我覺得算滿重要的一個角色 對 沒關係 我們先往下看 好 好 那接下來 我們都創完就是要揪朋友啦 那這邊呢 它就會告訴你的伺服器名稱 還有你的名字 還有血蒙的名字 還有介紹我這樣子 那再往下走 就是它這邊的說明 對 可以看一下 反正就是揪朋友來 而且這個迷你遊戲呢 上限是三十個人 對 而且其實在迷你遊戲裡面 你先找好三十個人 到時候進遊戲裡面 你的血蒙的東西就是三個人 就三個人 所以直接跳三個人 它不用再重來這樣子 對 那三個人有什麼好處啊 三個人的好處非常的多 對 你可以買的道具是不一樣的 想收到的福利是不一樣的 對 沒有錯 所以 可是先把人 丟好 對 先 三十個人應該一下子炸掉了 對 對 我相信你們可以 像我這個冰人的這樣 像我們就是找別人的加入 對 自己創三十個贈 打不贏就去加別人 對 好 對 這個就蠻重要的 就是我們也可以去選擇加入別人的 我們可以往下看一下 對 那我們既然都叫完血蒙 那接下來就是進入這一個 我們的真正的迷你遊戲的畫面了 對 相信兩位玩過非常多遊戲 對這個畫面應該是都蠻熟悉的 有看不懂的地方嗎 所以它為什麼是還蠻特別的 它裝備槽有六種武器的意思是 這是三頭六 拿六種武器 三頭六幣這樣子 超多 紙竹緊緊 好像還有一個手這樣子 沒有沒有 其實是迷你遊戲的系統 才會有這樣子特別的裝備 是因為我們這個遊戲玩的就是衝裝 那要為了讓你每個職業的武器都可以衝到 所以它一次有六種武器都可以裝備 都可以 有六種武器都可以讓你裝備 裝備來衝就對了 沒錯沒錯 好 而且其實再加上 這個遊戲它裡面有一個叫做職業卡的系統 那職業卡就是你抽完了之後 你就是可以抽職業 所以你一開始你在糾結你要三十個 就是隨機組合的時候 其實你只要抽到這個職業卡 你在同一個角色上面 你就可以隨時隨地想轉就轉 你在戰鬥到一半還是可以轉直 戰鬥到一半可以轉直 可以 到三半直接轉 所以一開始我又不用用一個小時在那邊想 就直接用職業卡準備好笑 你可以省三十個 對 這個不好玩 再玩下一個 不適合自己的話就再換 對沒有錯 對沒有錯 達到一半我本來是近戰 結果好像打不太遠 就躲到後面變遠攻 不是也可以 直接開始開補了 所以這遊戲就是這樣 它的功能真的是非常的 我覺得算是蠻貼心的 那迷你遊戲的部分呢 就是像剛剛小菲說就是衝裝 所以下面就會有一個迷你遊戲製作箱 衝裝是不是 對 那它這個箱子打開 就可以得到下面四個材料 但它上面數字是一二一三 那其實它的掉落數量就是一到三個不等 是隨機的 所以有可能三三三三 對對對 那這樣就很歐洲耶 沒錯 所以這就是有點像在遊戲開埔之前 先測你的鞋頭 對 姓名學先看這個名字是不是大吉 那我可能都一 對啊我很黑耶 但沒關係你可以有很多個製作箱 你可以一直開一直開 很多個一樣是不是 可以往下看一下製作箱要怎麼得到呢 嗯 就是這樣 這麼多種方式 嗯 這是我們迷你遊戲裡面 真的簽到分享 沒錯 所有的獲得方式都在上面了 如果不知道要去哪裡拿 迷你遊戲製作箱的玩家 都可以來看一下這個表格 看一下你哪一些還沒有拿到 對 現在玩家也可以按暫停 然後把這塊結下來 你的背部很重要 簽到跟SNS分享 那個有170個耶 對 那兩個很重要耶 那你想想看喔 你一百七十個 那你都一一一 那你也 你至少有一百七十幾耶 一百七十四 所以也不會太糟糕 也不會太糟糕 欸欸欸欸欸 苦不要亂講話 沒有啦全部都三啦 沒有錯 所以就算你很飛 你只要勤勞 你還是可以補到歐洲人的一點血液 對 對 那總共下來其實是229個箱子 那這樣子開一開換算下來 其實我覺得算是很多了 對 蠻多的 對啊 然後就是需要提醒一下大家 還是找朋友一起玩 因為血蒙加入呢 它就送你五個 然後簽到每天 至少你這樣累積起來 還有17個喔 那再加上剛剛講到的Purple 你只要用Purple 玩這個迷你遊戲呢 它就是會送你一個 連接獎勵那個是不是 對沒有錯 所以就是還有其他活動啊 這樣子整個做下來 就是229 其實真的很多 對啊 那既然我們箱子都拿 當然就是開箱啦 下一個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要做武器啦 對 這就是做武器的畫面 就是最旁邊的那一個 一整排的這個東西 那可以看到就是 它其實呢 一般裝備啊 你每一個 每一種道具都要消耗一個 可是呢 到了紙裝 每一種就要消耗五個 對 那上面是分數是不是 沒錯 它這個就是強化的階級 就是你加零的時候 基本分數是一般的有沒有 傳說是一千對不對 對 那我知道了 你已經想好了嗎 你看一般是傳說的十倍 對 對吧 那材料是倍而已 所以要是我會衝 我一定衝傳說了 那肯定衝傳說啊 欸很有道理耶 對不對 算數很好 不過分數是十倍啊 可是它的材料是五倍而已 不過我們要說一下 等一下這樣 這個武器製作是不一定會成功的 噢 是喔 不一定會成功就對了 對 我們可以往下看一下 接下來要講的就是強化部分 那其實 對 我們除了製作武器不一定的成功 其實強化也不一定 那它的安定值就是加六 到了加七就會變成這樣 強化 就會爆 所以它不會往後退嗎 就譬如說它加六回到加五 不會 它直接 哇 太刺激了啦 它一下子就化粉這樣 天啊 所以有可能你加九的時候 不小心一個加十就爆了 一個打噴嚏按下去你就結束了 這樣精華會很精彩 我天啊 精華的精法就是這一段 對 而且我們等一下還有影片 我們可以看一下這個過程到底是多刺激 這樣 沖裝的過程 對對對 我們沖裝的過程 那我們再往下走 對 這就是製作道具成功跟失敗 那強化呢它需要一個叫做強化捲軸的東西 那在迷你遊戲裡面呢就是要用這一個 就是製作武器才可以得到 那可以看到就是得到的話呢 就是製作成功的部分啊 你就是得到大概一到五張不等 那製作失敗它比較海派一點啊 它送你六到十 喔就是 輸了沒關係 我多給你一點 再讓你加油的感覺 等一下 我發現到一個關鍵 嗯嗯嗯嗯 就是你這個東西一定要偶爾給它失敗一下 不然你絕對不會沖超過加六 喔你這就是那個斜角啊 那我說的也是耶 你知道為什麼嗎 你看它左邊 你看它成功的話 它只給五張 可是暗定只是六 是不是少一張 對 所以不夠你還用炸掉的去強化它 喔 機制 對 用系統機制 對 有沒有專業 好聰明喔 但它總不可能都給你過嘛 一定會爆啊 所以爆了給十張 就是讓你拿去衝那個成功的這樣 這太聰明 對 我就想說強化捲軸它從哪邊來 對 我們現在就是在教大家怎麼衝裝 怎麼做功率的好嗎 麻煩說兩位大神在這邊 對 原來如此 原來是要這樣子 沒有 衝裝很多 問我就對了 對 我要算好 不然怕捲軸不夠 原來是這樣嗎 精算式的部分 它都一次直接過的啊 喔 所以我就在那邊跳一跳怎樣 然後就會過的 對的 我不管抽什麼東西都這樣 那我先沾一點歐槍 手機先丟個 對 對 我就是要湊剛好 不然我怕捲軸不夠 這樣 天堂跟地獄 真的 好 那我們再往下看好了 那既然我們武器都已經沖完了 也做完了 那當然就是要來兌換點數啦 那點數的部分 其實跟分數又不一樣囉 分數的話是我們剛剛在裝備槽的時候 那邊右上角就會顯示你的分數 那會在每天六點的時候結算成點數 就可以來這邊兌換虛寶了 所以 要把東西放上去才有分數的意思 對 一定要裝上去 這幾點 六點 六點 對 早上六點 六點之前要趕快先衝過 然後再把它戴上去就對了 對 五點五十九趕快 五點五十九之前記得調在腦中 趕快把所有裝備都裝出來 然後每天放在那邊賺分數就對了 沒錯沒錯 那這個畫面的話 大家就是有什麼想要問的部分嗎 我看到一個什麼 英雄武器箱 我知道怎麼做了 就是這一箱啦 那是七十萬嘛 那就是這一箱 對 我想有這一箱就得天下了 就直接在第一個伺服器痕之中 對 撐八了 真的 OK OK 那看來 百姓的策略就是先拿這個 對 那一箱肯定大贏 一定都要先拿那一箱的啊 沒錯沒錯 但其實我覺得啦 我們兩個之後 其實我稍微小討論一下 其實金幣也很重要 沒錯 光是這八個槽裡面 就有三格是金幣 不要拓荒嘛 一開始的時候 對 金幣比較難算 對 然後總的算起來 大概是二十七萬 大概可以買兩個技能書 對 然後還有一點零頭 可以買一點紅色這樣 對對對 就是前期可以多學一點技能 然後去衝刺這樣子 對 那基本上 應該介紹 簡單講就是這樣子的啦 那我們應該就來看一下影片 沒錯 實際來看看 要怎麼樣玩迷你遊戲呢 對 它實際上就是 其實畫面也滿漂亮的 對 可以看到來創腳了 前燈的帳號 八張密集的遮起來 好 選伺服器 那兩位剛剛說是第一個 第一個 這個人可能比較鬧一點 他猶豫了有點久 對 他可能想要去鄉下種品 對對對 因為我們架可能比很多 慢慢看這樣 然後他現在又開始糾結了 對 也是一個猶豫不覺型的玩家 阿燦你會比較喜歡 在哪個位子 譬如說補師還是 我通常就是 專門玩補師 玩補的 因為我覺得 好像很多人都 不太喜歡 不太喜歡support 玩補 因為大家都想要 當他 他在前面帥啊 他在說我啦 你帥一波我在後面幫你加持啊 補啊 是不是這樣就合作無間啊 沒有補就差很多耶 你帥不起來耶 真的 很多遊戲很講求就是補 他觀念要對 對 補跟坦 就是很重要這樣子 真的真的 那現在既然已經決定是補跟坦了嘛 那接下來就是血蒙的部分 剛剛創建啊 剛剛應該已經看到畫面 那現在這裡就是加入 如果你不想當老大的話 你就可以用加入的方式去看一個 你覺得哪一邊已經29了 就趕快繼續揍30 然後你進到遊戲裡 就是一個三級血蒙的成員之一了 對 那兩位如果要創血蒙的話會出什麼 我們已經想好了 對想好了 我們叫做青春無限 魚八件 還有鴨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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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這個帥這個帥 這個有帥到對不對 OKOK 如果大家要加血蒙記得啊 而且沒有我們有條件的 我們80%的成員 我們希望這一次不一樣 我們要收的課長 課長 廣招課長 其他20%就可能是 我們自己的粉絲啦 或者觀眾啊 就跟很久的 對 那現在就是趕快搶伺服器了 好嗎 沒有可能需要一點課長來 carry一下 這樣 我們要幹 要幹大事 要幹大事 對沒有錯 那現在我們就是看到 這就是迷你遊戲一開始的畫面啊 然後打開製作箱 這人真的是 二二一一耶 哇 整個數字啊 真的是 運氣不是很好的一個玩家 他感覺是緊身拍 他一次都只開一個 對 欸這個好像還可以喔 下一秒一一 三二二 這個就不錯 這個很歐耶 剛剛那個 對啊他怎麼有點大齊大羅 那現在這就是製作武器的畫面 那武器呢他其實非常多種 那就是 每一種都可以做 但是要注意的就是分數結算的話 是用六種武器下去做結算喔 六種 所以 你不要帶六把弓 喔 對至少你一把劍一把鬆劍 然後匕首 就是每一個武器都帶一個上去 我知道了 對 就是六種武器先把暗定指間充滿 六把放上去之後 然後接下來你多的再把它充 如果有過的話再換上去對不對 對 對 對這樣分數還高嘛對不對 哇 馬上就已經幫大家整理出策略了 對 本集精華在這裡這一秒 本集也做在這一季 先擺滿再說 對 然後像這邊啊做成功 它就有一個炫耀的功能 你就可以分享FB或者是LINE給朋友 然後說 欸我做成功了 我家集了 很快喔 然後送東西對不對 對 它就會送一個製作箱 然後你就可以繼續充 它就是讓你一直 反覆輪迴在充裝的一個遊戲 迷你遊戲這樣 它不是200多箱嗎 那可以充200多次欸 對 不過換算一下一箱 給的素材大概1到3個 對 那如果全部給一個 我全部做白裝至少200多次啊 那如果除以5的話 就大概440幾次吧 就是傳說可以做440幾個吧 對 但是是不失敗的前提啊 對 不失敗的前提 我通常都不會把我們自己要失敗算進去 OK 太棒了 正向的 正向的想法 我覺得他們在發光欸 就是英雄氣息這樣 他們大概就是那種紫妝等級的 就是那種紅 就是一直在發光的那種 我們都是白色的 我可能比較接近現在畫面上這個玩家 就是運氣不是很好的那種玩家 對 然後衝一衝現在就只敢衝到安定值 對 然後後面就是一直 對 看到有可能失敗我就先卻步 喔 來囉 對 他就 喔 卻步了 卻步了 他要先把每個都加上6 不知道他到底會衝到什麼時候啊 那可以看他右上角的分數是會即可結算 就是你裝上去他分數就算給你了 就告訴你現在分數是多少 喔 他衝裝了 欸 太可憐了吧 哇 他好可憐喔 哇 好啊 待會就是看到他分數啊 就是結算點數 這個大家可能也會緊張說 欸為什麼我分數已經3,400 可是為什麼我點數結算還是0 那我要再提醒一下喔 結算是早上6點 對 對 然後簽到啦 對還有一個簽到是0.00的時候會重新計算 所以大家不要把這個時間都搞混囉 不錯 我覺得這蠻重要的耶 對 對 因為一開始如果拿到像那個藍裝或者紅 紅 紅 那差很多耶 對啊 那一開始就已經起跑點就超過人家很多 對 沒錯 對 又回到了我們的點數兌換的商店 對這時候就看到他點數還是0 可能會很緊張 對啊 沒關係還是6點 對 要等6點 等6點 人生是要一點點等待才可以藏到那個甜頭的好了 因為我開始講自理名言 然後最後就是說明的部分 那今天是測試 就是那個遊戲 就是迷你遊戲的第一天嘛 所以我們就讓玩家他們自己去看一下好了 對 這邊就不贅述 感謝說明就大家直接到活動網站上面去看囉 沒錯 今天介紹的第二次事前登陸就差不多到這邊啦 兩位有沒有什麼想法呢 嗯 風雙自覺 狂 衝就對了 像我就是很簡單 我進去遊戲就 我的乾天們和乾媽們他們就問說 那個商城在哪裡 OK 先問商城在哪裡 我們就問商城在哪裡 非常好也是不同的策略 對 用錢買時間 對 不然就是花時間去農 對 那我們要提醒大家 第二次事前登陸活動的時間 是從今天也就是2月25號到3月14號 大家記得把握這段期間每天都要登陸上去玩 我們的迷你遊戲 才可以拿到更多的獎勵喔 對 另外也要提醒一下 在今天開始也會有一些其他的小活動 像是FB他們粉絲團 或者是巴哈姆克也都會有一些活動喔 是 今天天堂2M公略快報的節目 就差不多要到這邊啦 感謝兩位 謝謝 謝謝 然後跟大家說拜拜囉 拜拜 拜拜